目前公立幼兒園的廚工 除了編制內的工友 很多是契約禁用 但是以新北市來說 因為月薪是基本工資兩萬六千九百七十六 元 很難留人 市議員質詢時就指出 廚工缺額達到一百人 就位決表示目前公佑的廚工 都已經聘足 而這學年開始也建立 進行的考核制度 九任廚工月薪最多 可以達到三萬四千四百八十元 新莊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孩子 才開始一小時午睡 兩位廚工不得閒 洗完午餐餐具趕快準備下午的點心 冰烤地瓜 有二十一年廚工資歷的菜免 是編制內的工友 他說要準備四班 供一百二十位孩子的餐食 還有很多雜事 一個人忙不過來 原本教育局統一徵選 禁用一位契約廚工 只坐了一個月就離開 幸好又有代理廚工頂上 邊內廚工到頂月薪三萬三千一百九十六元 契約禁用廚工和代理廚工 只有基本工資兩萬六千九百七十六 坐再久都不會調如何留人 新北市表示每年辦理兩次廚工徵選 未來延遲採分區 多場次辦理聯合徵選 而今年八月以建立公佑契約禁用廚工九任機制 以及進行考核制度最高可達三萬四千四百八十元 新庄國小校長也是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張新悟表示 都會區工作機會較多 很多都會區公佑反而缺廚工 但各地財政情況不一 期待教育部能統一提高誘因和吸引力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新北市報導 稍微風艙講路